好 最近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印度史上最大的一個戰機軍演 特別來關心在8月5號這一天首度舉辦的跨國空軍演習 這一場叫做波浪之力2024 一共是有30個國家參與在這一場演習當中 我們來看到這當中以美英德法澳為首的10個國家派出了非常多的各種機型 好 畫面上我們一次列出來給大家看 包括了F-18EA-18F-1台風戰機還有標封戰機各種攻擊機還有加油機運輸機等等 參與演習的第一階段會在印度南部的一個空軍基地來進行 而第二階段則是會在接近中印還有印巴之間的這個邊境的空軍基地來做相關的演習 我們看到歐美戰機剛剛看到了這個奇跡在印度的前線 要幫印度來壯膽向中巴示威 西方是故意在南海這邊要來煽風點火嗎 上次哥怎麼看 其實最近我們都一直看到很多這種聯合軍事演習 然後動輒十幾個二十個三十幾個國家 當然這次空軍演習在印度 而且它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印度的境內 一般來講很多軍事演習來講可能是在海域上的部分來進行演習 那這空軍演習就是在印度的這個境內 當然實際上有派出飛機是十個國家所以並沒有 可是你可以知道它這個東西怎麼回事 我覺得還是有點微妙 至少你在這個戰略上在思考些什麼 印度在想什麼 當然印度來講長久以來它的假想敵 除了巴基斯坦之外 然後另外其實就是中國 那首先我們知道一個軍事演習 它當然沒有辦法放大作為一個整個國家的整個的思考 但是你不得不說這樣子的 即使它有一些些怎麼講呢 就是說軍事上或國際政治外交上有點表演的意義 可是表演還是有一些用意 當然毫無疑問的確實對於包括巴基斯坦所謂印巴之間 跟以及中國之間的衝突 因為它的假想敵全世界都知道它就是巴基斯坦跟中國 我想特別是印度的我們覺得這些年來的時候 特別在莫迪上任之後這兩年 那麼烏克蘭戰爭之後 印度出現的它自己的所有的角色 包括它的國際政治國際外交 乃至於國際金融都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全新的 這在過去的所謂的任何一個國際上 國家的這種手腕上來講是全新的路線 它又不是孤立主義 它甚至不是孤立主義到還會好好利用這一點 我對印度這些人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當時對俄羅斯制裁能源的時候 你難以想像你要不就制裁嘛 美國這一方你要不就不制裁繼續跟俄羅斯 結果它怎麼做 它竟然就大量的買你俄羅斯的油再把你賣給歐洲 我就覺得這只有印度這個民族才會想出這種花來 然後你難以想像對於國家來說也體現 所以它不是孤立主義 我們最近其實看到這種靈活性 就像這一次的這個 就包括空軍的這個軍演一樣 它知道它當然是個作秀 這些都是作秀 你說在真正的聯合軍事上當中來講 能夠達到什麼樣正責的目的 但問題是你要把你包括在整個 已經在邊境上的軍事基地 你讓其他國家來某方面任何這種軍演習 除了大家這種協調溝通上 一旦真的要有軍事行為的話 但至少你有一些基地 你有一些所謂的地形軍情的東西 這些資料某方面你也開放給這些國家 真的萬一跟中印或者是印巴有出中路的時候 也不是不能用 所以這種拿捏上這種微妙性 我說我不得不印象中 《紐約時報》曾經有對印度這兩年的評論 他說是smart and dynamic 就他們又聰明又動態 雖然聽起來也是有一點點正面 可是暗示有點諷刺是也蠻狡猾的 所以在這一波我們看這種印度有各式各樣的這些行為 但我個人認為印度最終的對象 它的不只是巴基斯坦 我認為對中國 對中國的衝突跟競爭其實是全方位的 那大家之間又愛又恨 只是沒有不只是只有邊境衝突而已 中印負面的競爭性 特別最近我們在看到包括產業 包括科技業 包括這些市場等等的 我認為長久以來 中國除了美國作為一個對抗對象之外 跟印度的衝突 我認為也可能會是一個歷史性的 而像這樣子的 未來越來越多 對於中國的部分 作為一個假想敵的這種軍事演習 我相信會越來越多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印度它這次在外交上 確實是非常的靈活 還有一個問題也特別請教我們網友 如何看這次的軍演是劍指中國大陸嗎 網友怎麼看 留言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 我們也來看到說這一次軍演 印度的方面派出的是他們最新的一個戰機 這一個戰機是光輝戰鬥機 好來看到它的小檔案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最大速度1.6馬赫 航程1850公里 可以攜帶英制的飛彈跟二制的R73飛彈 另外這個戰鬥機採用的是 無水平尾翼的大三角翼設計 擁有優秀的短距起降能力 機身因為採用的是複合材料 所以可以有效降低飛機重量 外界推估戰力跟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 一起合作研製的這款消融戰機是非常相似的 好戰力剛剛說了跟消融相當真的是這樣嗎 老師如何看接下來印度這架國產戰機 其實光輝戰機這個充分反映了印度的國防產業的 它的軍閥割據諸侯林立的真正 因為那個光輝戰機基本上是仿製幻象2000 但是當初這個建案的時候 每一個不同的產業集團 我做機尾我做機身你做機翼 然後每個人大家都要分一杯羹 所以它發展起程搞了快30年 它1993年的4月就已經立案 要預備開始發展到公元2001年的1月17號 才第一次的試飛 然後再繼續拖 拖到公元的2015年的1月17號 才正式的交付第一架 這個一路走來之中你看它有所謂的這個技術試驗機代號叫TD 原型機叫PV 然後限量生產版叫LSP 然後還有艦載機版的NP型 所以這個兄弟真是很多 然後五花八門 所以我今天就基本的這個構型跟性能 帳面上來講 它對能夠打空對空的飛彈長短都有 空對地的也還不錯 反艦的反輻射的也都符合配備 但是它真正的問題還是它整個體系 就是說後面後勤資源之中 確實是很讓人令人懷疑 而且它量產數目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在想 這個它也是反映出這個叫做 印度本身的軍工產業 這個國防的這個各個不同的集團 諸侯領域這個分食大餅的這個悲哀事實 所以光輝戰機 這個恐怕這個光輝沒有那麼閃亮 好除了看完這個戰機之外 我們也來看到美國在這個當中扮演的角色 美國這次同樣派出了它的戰機 來幫印度軍演來撐腰 路特社報導說 美軍這次選上的是為在澳洲本土 以及3000公里擁有600名居民的 這個叫做科科斯群島 來設立它的基地 那部署它的巡邏機 這台是P-8A海神式的海上巡邏機 那墨爾本大學澳印的研索 也分析了這個群島 因為它靠近馬六甲海峽 是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咽喉點 那中國大陸在這邊擁有一半的進口量 所以相當的仰賴這一條通道 美國選在這邊增建基地 是希望能夠威脅中國大陸的運油航線嗎 這會是它的主要目的嗎 馬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從我們從地理位置上來看 這一次的這個就是美國即將部署的 這個科科斯群島它的位置 其實離馬六甲非常的遠 它在印度洋的上面 那我覺得看起來 它這個美國的部署比較像在印度洋 它要找一個新的基地 那原因是在於它的軍艦 從達爾文港出來以後 它要到下一個補擊點 是在這個迪亞哥加西亞島 就是在印度洋上面的一個群島 那這個然後這個科科斯島 剛好是在達爾文到這個 迪亞哥加西亞島的中間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比較看起來 是美國在整個印太佈局裡面 它在印度洋要擴展的一個部分 它比較沒有牽涉到 干預馬六甲海峽的這個中國通道 但是馬六甲海峽真的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通道 它有80%的中國大陸的石油 是要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中國大陸的總貨物 有大概1%到1% 是經過這個海域 那因為我上個禮拜也去新加坡 在他們的這個East Coast 就是東海岸看的時候 新加坡海峽接著馬六甲海峽 那個海上你在肉眼可視的範圍內 全部都是貨船 滿滿滿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個地方有多繁忙 但是中國大陸在這幾年的競爭裡面 從2016年他們要去開發馬來西亞 馬六甲這個部分的 馬六甲市的一個港口 叫做黃金港 那預計在2025年會啟用 這個是中國建電集團在那邊蓋的 那這個港口是離新加坡很近 然後它吞吐量很大 然後再加上它原本就是有港口 那中國大陸把它駿升花了3000億台幣 規劃整個區 它準備未來那個地方是可以停靠航空母艦 那也就是說馬六甲海峽這個位置非常的重要 那兵家必爭嘛 那因為美國跟新加坡的關係是比較好 所以其實它要透過新加坡來封鎖 馬六甲海峽是可能的 但是中國大陸跟新加坡關係沒有到 這麼密切的軍事上面 所以它就歪過去 就是歪一點點到馬來西亞這邊 去建立一個這個就是黃金港 那我覺得目前還不知道它的軍事部署是什麼 但是目前以開發的這個過程來講 它是有做航空母艦停靠的這個規劃 是 我想補充一點 我覺得那個墨爾本的奧運研究所 陳如馬老師講 連個地理的基本常識都沒有 但是中國大陸進口石油 尤其是超級郵輪 基本上是衝過 不是走馬六甲 而是經過遜塔海峽 在遜塔海峽的門口 大家看那個圖沒有 那邊有一團那個黑黑的 那個叫做Christmas Island 叫聖誕島 那個聖誕島 其實就基礎設施 以及整個而言 是遠比Cocos好多了 但是上面絕大部分是華裔的距離 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以前住這個澳洲的大使復營 都還專門去過 所以你要選 應該選那個Christmas Island 根本就不是Cocos Island 好 謝謝 謝謝張靖老師 這個黃金港就是馬六甲的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償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